南京市民谭先生在古楼区建宁路上开了一家宾馆 平时那里宾馆也卖一些饮料 就是前天晚上的事 有一名男子到店里边100块钱买了一瓶饮料 然后又嫌太贵了 退掉 就那么一买一退 骗走了谭先生50块钱 而且附近被骗的还不止谭先生一家 你说你就这点出息 看看 晚上7点左右 这名重年男子掏出100元钱 递给谭先生要买瓶饮料 谭先生找了这名男子95元 男子数完钱后觉得饮料太贵 说不要了 并把谭先生找他的95元钱退给了谭先生 因为是当面数的钱 谭先生也没有在意 等把饮料放回冰柜后 才发现少了50元钱 从店内的监控视频看 这名男子离开时 确实将一个东西塞进了100元钱里 他说贵了 不要了 不要了把这个钱也退过了 他就在手上弄完一个把这个钱够了 然后把这个钱一拿 然后一转 然后走 谭先生发现钱少了以后急忙追出门外 这名男子早已不见踪影 昨天上午 谭先生拿着监控视频寻找线索 附近一家零食店的营业员称 自己也遇到过同样的情况 是不是这个 买了大概六七块钱东西拿一百块钱来的 然后找他一张五十的 四张十块的 他说我不要五十的 我要全部要十块的 然后找他九十块钱 再找他零钱 然后想想说东西我不要了 我不要东西你把我钱给我 我把这个一百块钱给 把你找我这个钱 我把东西给你 然后你把我干的给你 那一百块钱给我 把一百块钱给他以后 他就把这个钱 当时他就把五十万 你撇了五十万钱下来 就给他四张 四十 营业员说 这名男子基本都是用一百元整钱买便宜的商品 再找零钱时做手脚 从娴熟的动作来看 应该是个老手 谭先生已经将监控视频提供给警方 希望附近的商户提高警惕 知情观众也可以向警方提供破案线索 江苏城市频道